以往的演艺圈基本上只有艺人与素人的分别 要么你是艺人要么你是普通人 那随着科技的发达呢 很多时候现在很多人都想成为网红 他们觉得说成为网红是一个他版 让他有机会进入演艺圈而成为真正的艺人 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因为网络的这个发达 艺人呢也不得不经营自己在网络的这一块 那就一位艺人呢他非常善用这个网络平台 他翻唱的歌曲呢获得了很多很多的点击率 而且他在Facebook的人气 他的粉丝人数呢已经多达123万人 一起来欢迎这位小朋友眼中的大哥哥 爸爸妈妈眼中的乖巧的孩子 还有少女们眼中的白马王子 Danny 许佳玲 每一天都在想你 每一天都在爱你 我们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等你 我一天都在想你 我对你想你 想你一般规矩 穿你一斗来过心碧 好久不见哦 真的有半年 差不多我们从上次的活动到现在 对对对对 就是在那个JB的时候 是是那个什么希望护生员 对对对对 为流浪猫狗发生的一个活动 我也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类型的活动 就是为动物付出这样子 对对对对 比确蛮有意义的啦 OK其实我想这个问题我要代表很多人问你 就是说你觉得你是一个自恋的人吗 哇自恋的人啊 你是一个自恋的人吗 算是 算是 因为我经常都会自拍 然后会录录录录录了 录了录录之后呢 还会再反复的听自己的声音 哪里好哪里不好 其实也不算是自恋啦 就是自我要求可能会想要更好 这样子 然后当然好像我的那个电脑的WopBitBot 我放自己的照片朋友都想说 哇 哪里有人放自己的照片呢 没想到 是因为我看他上次我们在活动合作 然后在后台他一直在抓头发 其实我也很想这样做 这时候我头发不够多 哈哈哈哈 我没头发好抓 其实是头发很厚 然后没有剪 是 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帅不帅 哇这一点啊 可以讲 中间吧 没有很帅也没有很丑 就是 还可以看 哈哈哈 你觉得帅的定义是什么 帅的定义有很多种 或者说在你心目中哪一些 男艺人是你觉得 特别帅的 哇 对我来说的话我会觉得是周间的 哇为什么 虽然他不是样子很帅 因为他是你偶像对不对 对 偶像之余呢他有才华 然后他有一些魅力的东西 我觉得一个人的帅是在于他有那个魅力去影响大家 学习 那个大家就觉得哇很酷你很你很帅 因为对我来说帅的定义不只是看那种 外表就觉得很帅 就是整体的包装让大家觉得哇这个人是有名义的就要帅 对 其实Danny因为我们看到Danny是一个很有这个才华的人 他什么都会主持啦演戏啦 MV导演啦 唱歌啊 对啊 然后其实你是你入行是因为歌唱比赛对不对 对2008年的新秀你说什么都会啊 有一样不会我不会煮饭 是新秀歌唱大赛 那是2008年 我跟JB很有缘 因为那时候新秀大赛他有分很多地方 Audition 那时候想说 哇吉隆坡一定很多人的 那时候想说我就去JB 你以为JB少人对不对 因为JB那时候Astro新秀大赛可能 在JB来说 就比较少人会看Astro Astro在JB不红啦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应该我要这样讲 因为不然会得罪Astro 没有啦因为南马人多数都看新加坡的电视台 和听新加坡电台节目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想说 就去比较 没有这么多竞争力的地方去试一下 后来那时候我就去了JB Audition 没有想到就是第一圈这样子 然后老师可能是看了我很可怜 然后就给我晋级了 OK 然后最后在新秀歌唱大赛 你也拿到一个相当不错的名次嘛对不对 就是电军啊第四名 火纳街是有延晚谦有朱浩人 那么唱歌对你来说是很喜欢的一个爱好你的兴趣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你因为歌唱 然后你进入到演艺圈 可是你进入到电视台的时候一开始也没有机会让你发挥歌唱这一块对吗 听说派你去主持 情况是这样子因为会唱歌的人很多 然后 通常他们 比较主打的是冠亚季军嘛 然后那时我第四名然后我可能唱功没有比别人好 他们厉害的人很多 所以对于来说 Astro是一个电视台 他不是一个产品公司 对 所以他多的是节目 那个时候也缺主持人 他想说我们就去面试 Casting 然后那时候 我主持第一个节目就是Motor Seeker Motor Seeker其实 要Motor License嘛 那时候我又有Motor License了又有这个优势 虽然不会讲话他们 但是他们说 你就像一个Gampong Boy 我们可以 Train你 然后因为Gampong Boy的那个形象就 比较亲切一点 你去到每个地方可能就可以当 当成是 妈妈们的 Mummy Boy 后来那个时候他们就帮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Aboy 每个人都叫我Aboy 所以为什么 很亲戚 Danny 然后又讲一个Aboy 所以现在我的名字就放Danny Aboy 就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主持 开始的时候我是有点 抗却讲说 我不会讲话又不擅长 我要主持 为什么你们不要给我唱歌 后来那个时候想说 那也对 因为主持很少人去做这一块 如果做这一块的话 我会有多一个饭碗 多一个机会 对 多一个机会 多一个饭碗 那个 心态想说 好啦 也要过生活 我就去Try 然后就讲说 就去主持 没有想到主持一年两年之后 就踏入了 小太阳 做儿童节目 是 儿童节目这个更好笑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拒绝 我想说 儿童啊 我 我要 怎么样跟他们沟通 我要怎么样让他们开心 那完全是没有概念的 后来就是 踏入了之后觉得 他们很可爱一下 一做这样子就做了五年 是 现在人家认识的 Danny 许佳玲呢 很多时候是从网络上面 因为他cover的歌曲 点击率太高了 好不好 没有不敢当 当初你第一次cover的第一首歌 应该是七八年前的 你不知道的事 如果里面没有东西做的话 你们可以打开我的YouTube 滑到第一个video 那个是被人家笑的 然后又翻白眼 头发又没有梳头样子 那时又用手机这样子拍 然后 很尴尬 后来就 经过那一次之后 我讲说 有这样的平台 我倒不如自己玩 所以那时候你觉得好玩 好玩 太爽的啦 太爽 这个纯粹好玩 也没有想到会有怎样的 就想说 我发 那时刚开始 Facebook也是 很多朋友圈 很多朋友在玩 那时我就发了 打算是想说 我发给朋友看的 没有想到 大家的反应 觉得你干嘛 你干嘛 后来讲说 你再录 录多几个啊 后来我就开始就是慢慢的去 尝试去拍不同不同的 后来那个时候就开始去买了 麦 麦克风 然后也买了 camera 然后就 try这样子 自己拍自己 开始投资了啦 开始投资 那个时候就开始 小小小小小开始 做起来了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其实蛮羡慕 市面的朋友他们发片 那时又拍MV 我觉得 哇 你们是艺人的 大家很仰慕你们 然后 我也是想说这个事情 但是 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想说 没关系啦 我自己try 就把兴趣 这个兴趣 然后就把兴趣放在网络上面 是 然后你 第一首爆红的歌 在网络上 哇 第一首爆红的歌就是童话 那个 有五国语言的对不对 对对对 有马来语 华语 日语 韩语 还有 英语 英语 哦 对 那个时候 童话那首歌到目前为止 这个面子书的点击率已经突破 270万人次 哦 很厉害 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 我本来要好好唱一首歌 我很奇怪 我好好唱一首歌没有人去看的 因为可能唱功不是很好 所以我想说有什么idea可以去突破 所以我就做了mash up mash up了之后我就想说 哇通话这首歌很红嘛 很多国家的 呃 的人都有班唱 我想说大不如做不同语言的 就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怎样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嗯嗯 所以所以你自己去想idea 然后可能编曲的部分 或者是 剪接的部分 拍摄的部分 都是自己来 都自己来 你看像这里就是 对对 你的工作室 对 自己编 然后后来编完了之后 就拿一个camera来自拍 因为没有人帮我拍嘛 所以很多你看到我的 cover都是 可能一个白墙 就是对着镜头唱吧 对 因为你有时间 所以我想说 啊省麻烦 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拍就好 那你觉得你在cover这么多 这么多不同的歌曲里面 你唱得最过瘾的 最有满足感的是哪一首 哇过瘾啊 嗯 你自己最爽的啦 对 也可能你自己最爽最喜欢的那个 未必是点击率最高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最爽的应该是 呃年度mash up 因为年度mash up就是我把 一整年比较 十多首歌嘛对不对 你很有满足感觉得 哇我做到这个事情 我就是把所有 很红的歌串成一首歌这样子的感觉 嗯嗯 应该是那个 感觉是最 最爽的 然后再讲说 如果你讲最近最爽的 应该是跟邓紫棋合唱 对 听说邓紫棋找你哦 应该 应该邓紫棋不认识我 应该说他的经纪人 经纪人卡在网路上看到我的 video 然后后来就是透过 黄明志的助理 然后找到我然后就这样子 去 cross over 是 那两个人在车子里面的嘛对不对 对 我开玩笑我跟邓紫棋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 嗯 怎么样跟邓紫棋的合作 他的人还蛮nice的可能那个时候我很尴尬 所以我就好像一个很尴尬 你为什么觉得尴尬呢 因为 通常你在 都是在节目或者是电视上看到邓紫棋嘛 然后你觉得 哇他是一个唱将 就是已经是 一线的歌手 艺人明星 然后 可以跟他合作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是 会发头的 我会觉得 哇 我怕我做不好 我说 啊 可以再重来吗 因为我们 take了三个take 我想说 这个take我唱错 可以再来吗 我这样子问他说 可以啊可以啊再来 你不用理我 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 哇 我还要要求这么多 有代表网友问的一个问题 你们两个人在车子里面合唱嘛 邓紫棋开车嘛 车是没走的嘛 没动的 当然不能走啊 跟你们说没有人去 关心说我们合作唱的歌 全部人在关心那个车也没有动 因为现在网友很厉害 他们眼睛很尖啊 对啊 因为邓紫棋有在摆那个驾驶盘 那你也上过一些中国节目啊 比如说像这个 湖南卫视的 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 对对对 还有什么这个 非常浪漫啊 完美 浪漫满屋非常完美 对对对对 这个节目 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啦 然后 能够主持那个 春晚真的是 很大突破 你要知道 何俊老师 还有那姐 是 在中国就是 Top 1 Top 2的那个 电视主持人 哇那个 和他同台 然后我整个就是 呃 也很兴奋 也很兴奋 很惊讶 但是他们也有在教导很多 有给很多很多的 主持的一些意见 因为他们的人还蛮friendly的 然后其实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也是因为 呃 那个时候他们要找海外的 的主持人来搭配 所以不单单就是 马来西亚代表还有其他的 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 是在美国好莱坞的一个 华裔主持人 那时候我们的四个一起在台上 主持 然后当初你接到一个这样的 通告的时候 你的心情除了兴奋之外 然后你有没有担心 或者说紧张 我担心我做不好 因为我想说 在中国这么多人看 对 然后想说如果一讲错话什么 而且 它是one take的 就是那种舞台上 live 它是live的吗 不算是live 但是是舞台 它是录影 它是录录 是录录 但是台下全部都有那些高层 有一些就是 好像 一些政治人物啊 所以 当下心情会特别的 紧张 所以那个搞 一直背 我一直一直背 所以怕讲错 是 所以其实中国拍摄节目 在马来西亚拍摄节目 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最大的差别就是 应该说budget的问题吧 马来西亚 中国budget很大哦 预算 因为马来西亚可能 对于马来节目来说的话 budget可能比较大 但是华人budget来说的话 因为华人人口比较少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 讲的在 电视台做节目来说的话 budget跟马来节目是 少两三倍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 你做一个节目 可能 一两台机 机器就是 已经 OK了 但是对中国来说 一眼望过去十多台那个 camera 对 然后 空拍啊 什么全部 什么都有 然后觉得 哇很大 也难 也难怪啦 因为他们的赞助商 什么都是投资 一投资都几亿的 对 是 都是很难去比 但是对来说 人工方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 嗯 都不想上下 马来西亚的 也是 也是很专业 就比如说 好像一些导演的什么 都蛮传业 只是比较不大一样的就是 在于器材的方面 大家很多人想成为YouTuber 或者是网红你觉得 要成为 一位网红他必须具备怎么样的条件 哇 我觉得 首先要自恋 自恋肯定要的 因为你要 这个很重要吗 因为你要 你要去到哪里 你都要 不要害羞 不要一直拍 说我来到哪里了 对对对 很多Vlogger 嗯嗯 可是我又觉得 建议就是 不要害怕尝试 如果你们想做的话 你们 有什么 你们觉得 这个 可以呈现的 就呈现 然后你们就 upload而已 我觉得最重要是 做自己真的是喜欢的 因为好像做自己喜欢的 你才可以感染大家 如果你 我不喜欢这东西 我还硬一去做 我来到哪里了 因为我们就会感受不到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建议做 自己喜欢 如果你喜欢唱歌的话 你也可以录 cover upload上去的 如果你喜欢 就是 介绍美食什么 也是可以听牌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平台自由 对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 把自己作品上传 是 呃 但是 上传之后 会不会爆红还是什么 那个又是其次 那个我就觉得是看 看 呃 时机的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 这个时候你upro的时候 没有人看 但是过了一两年 有人再拿回来 放上去的话 他有可能会爆的 所以我觉得 不妨先去尝试 嗯嗯 其实呢 呃 我对 Danny的印象 或者说Danny给我的印象 呃 就是一个很乖巧 很有礼貌 然后很有才华的人 然后他最近 做了一件 我觉得 相当惊讶的事情 他去赛车 而且他是赛车手哦 赛车 等我来等我一下 哈哈哈哈 哎 哈哈哈 开玩笑 我有讲的 呦 谢谢 Don't play play 呃 呃 呃 这是赛车 这是赛车哦 这是赛车 然后前面还有那些 讲的什么 Rest 1、Rest 2 因为我们比了8场比赛 然后 呃 前面4场还有赢 后来后面4场 没有拿前三甲 因为我有 发了一些意外 就是有装车什么 然后就 就 就没有分数 因为我们累计分数了 才 拿到那个 其实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会 跟赛车 这个事情 有对接 哇 这个是这样子 因为 像是Toyota他想做一个 赛车的比赛 那赛车比赛在 其实在日本啊 泰国啊 他们已经很多年了 只是 first come to Malaysia 他们就想做 后来 就想说 要找一些 艺人朋友去宣传 这个 这个比赛 所以他们就找了 4位华人 和4位马来人的艺人 去宣传 然后其中一个就是 就是我 当时候要 要透过这个的时候 你要经过考试 教练他要 pass了你考试 你才可以去参与这个东西 一开始我是不pass的 我开车很慢 所以你一向来不是那种喜欢飙车开快车的人 不是 不算是 但是 摩托的话 可以很快 就是mumbag那种 OK 后来就是经过了考试 失败了之后 我们再去 train第二次 就是 直到考试pass为止 后来就是 开始进行 一系列的training 但是training的话 我们全部 运人朋友都没有 试过赛车的 然后每个都是在练习 好像今天就是练 breaking 然后明天就是练 turning point 什么 一直在上课 theory 全部都是 都是在练习 后来就是 除了pass了之外 我们还要去考那个 赛车的license 你看赛车又是他另外一个兴趣了 所以Danny的兴趣越来越多 但是 我想 他还是不会忘记他的初衷 就是他最爱的歌唱 对不对 听说现在有在筹备 自己的专辑了 对 筹备自己的专辑 终于 终于 来了这么多年 十年 一张专辑 yes 所以现在的进度是已经 差不多了吗 还是 都差不多 歌曲都在收录 然后都在 录制的过程当中 OK 所以等一下我还要去 继续的录制 录制的过程当中 但是MB那些还正在 找着导演去拍 所以会有自己的创作在里面 会会会 应该有五手机的创作 哇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 西门丁的节目里面有没有荣幸听到你的新歌 我们优先听一下 有 可以吗 你小段okok ok啦 好啦 加油啦 那我们希望说 Danny的这个新专辑 到时 发信的时候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你们心目中的 白马王子 帅哥 乖孩子 大哥哥 Danny 许嘉玲 塞成熟 拜拜 拜拜 唱你心中很不安的歌 想着我们回不去了 开着寂寞的车 听你爱的歌 车路变得遥远了 唱着我们很不安的歌 寂寞是一心的歌 寂寞的风吹着 车窗要开了 车路一到尽头 还不如下车 唯一有太多 该怎么忘掉